安裝了apps 我想可以用手機直接控制 例如安裝手機的單車頭錄 這個QS Cam 只要連接它 就可以開始錄影了 然後我把頭戴著 按兩邊亮 非常方便 但是你要記住 頭不要動得那麼快 要慢慢動 如果不是看的人就會好暈 好像拿著鏡頭一樣 Hello 大家好 前兩天我買了一個第一視角鏡頭 我在家拍過出來 真的好未來戰時的Terminator 的感覺 第一視角 現在我在手機裝了apps 也在鏡頭上插了卡 今天我嘗試出去踩單車 一路拍一下 最主要是嘗試它的防抖功能 可以不可以 就是這樣靜一下靜一下 可以不可以 OK 那我現在帶起了這個Hundae的第一視角 這個鏡頭 那我就徒步從家裡 就走去我拍單車的地方 你看到我現在加了速 加了速 你發覺防抖功能都不錯 就是這麼高的速度之下 都不會等得很緊要 都很穩定 其實跟Hero DJI那些沒什麼大分別 那後來呢 我又踩了一輪單車去新墟 跟著就由新墟踩回學校 那這一段呢 我就沒有加速到的 就真的實時地踩單車的 那大家都知道 踩單車比我剛才走路 應該遜很多的 那所以鏡頭有少少搖擺的 那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就是比起這個 總之我覺得 比起我自己的DJI Osmo Action 都不差得多遠 算是很穩定的了 但是問題啊 你看到鏡頭很蒙 我發覺它呢 一有太陽光 它就白蒙蒙一片 反而剛才 太陽光不是直射的時候 它的畫面都算清的 那我現在就沒有用到4K 我只是用1K鏡頭而已 那我想用4K也是差不多的 蒙的問題呢 應該是它的遮光做得不好啊 而另一個問題呢 就是我現在呢 所說的東西 是之後的配音來的 你真的不要打算用鏡頭 自己內置咪來做錄音了 因為我試過呢 聲音錄出來呢 很小的 就好像我之前那一段呢 去配對相機 和手機 那一段呢 真的用鏡頭來錄音的 錄出來的聲量呢 是非常之非常之低的 而且音質都不是相當好的 所以綜合來說 這個頭大式的鏡頭呢 拍下一般的 踩單車的記錄呢 其實是可以的 就不要用它來錄音 而且呢 那個鏡頭呢 也都不可以直視到陽光 就是這樣 那我現在踩這個單車徑呢 已經踩到差不多 回到紅橋了 那去到紅橋呢 這個位置呢 就不可以再踩的了 要下車 推車行 因為呢 你要過行人隧島呢 這裡呢 就是非單車可以踩的區域來的 好了 來到這裡我就下車了 那接著呢 就推車經過這個紅橋 應該是先推過這個行人隧道 過了這個行人隧道呢 才到紅橋 那過了紅橋呢 你看到對面呢 就是我的學校了 那我就推推推推推推 推過這條紅橋啦 紅橋橫跨的呢 就是屯門河啦 所以紅橋上面呢 你看到也有很多行人的 真的不適合在這裡踩單車的 但我們內北九呢 都會見有人 叮叮叮叮在這裡踩單車經過的 其實就不對的 好了 現在已經去到紅橋的對面了 那轉右呢 就有條斜路仔 下了這條斜路仔呢 就到了我學校了 那你見到這個防抖功能呢 一路都是挺好的 不錯的 除了真的等得很緊要 才會有問題 好了 到了學校 讓我檢測體溫先 好了 今天就試過用這個 新買HUNDAI的第一視角鏡頭呢 由新虛踩單車 踩到回到學校 好了 CALS喜歡我的視頻 請來關注 點讚 還有轉發啦 拜拜